因為一句粗口避受壓力的林惠詩 接受電台電話訪問 認為警方在星期日 終於肯隔開不同意見人士的做法恰當 他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 林惠詩說有為這件事不開心 亦有想過辭職 但強調沒有後悔過當日的舉動 而早前發表聲明支持林惠詩的公務員團體 昔華主席公權益工會主席李美兆 就到葵聰警署報案 只收到多個夾雜粗口的恐嚇電話 又在警察的網上群組 見到一些針對工會的留言 稱呼他們做食環狗 擔心日後執法的時候被警方刁難 擔心整個部門的同事 真是要求警協助的時候 真是沒有人幫 譬如我們發生意外 就要找警察來幫忙 他就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拖兒的態度 去到警署 他又 你坐在一旁先 不和你落案 等你坐坐坐一排 有時落案 譬如有些口供 怎樣不利的 或者有利的說法 他就專程給你一些無利的說法 落案 可能影響你的案件 李美少佑說食環署執法時 經常都會受到市民粗口對待 甚至動武 但作為前線執法人員 應該要耐性向市民解釋 以及自我反省 而並非加入罵戰 希望警方能夠嚴正執法 香港本頻道電視記者 黃家臨報導 去地區